不久前才在國會接受在野黨質詢 不小心爆出敵俗字眼 過程全被麥克風放鬆出去 也讓一向高EQ好形象的紐西蘭總理 阿爾登遭各界放大檢視 但現在爆出口事件卻出現轉機 原來是後遭辱罵的反對黨黨魁西蘭 要求總理道歉 並將食言過程放進正式議會記錄 但西蘭最後卻主動提議兩身暫時收兵 並將會議記錄副本拍賣出去 雙方也在這份食言記錄 簽賞大名 各有10萬紐幣 約和193萬新台幣高價成功拍賣出去 就連紐西蘭總理事後都發文表示 自己也沒想到這份食言記錄 會拍出破天荒高價 更大讚新魔相當有風度 根據當地媒體指出 紐西蘭預計在2023年底舉辦大選 阿爾登雖自2017年獲選以來 兩屆任期都獲得高支持率 但如今共黨民調大大落後 主要反對黨 也讓他面臨極大壓力 前陣子又引爆出口大大損害形象 沒想到如今兩人以幽默方式化解 也讓這幾分爭正式畫上完美句點 散離新聞 日水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